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和大家吃吃馬場花生 在未吃馬場花生之前,我在馬場花生的影片 都很少講這個計劃 希望各位師兄,如果想實質行動贊助馬場花生 支持小弟的頻道 在我的度碼片上有這個QRO Code 即是二維碼,可以在Seven隨緣落座 自願性質地支持小弟這個頻道 如果有PayPal戶口,甚至乎外國的朋友 就可以用PayPal去支持小弟這個頻道 甚至乎轉數快都是可以的 想實質行動支持小弟的頻道 就可以用以上的方法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小弟 多謝,拜拜 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和大家吃吃馬場花生 這個農曆新年,除了這個經典一里之外 比較觸目的當然是這個賀連杯 一班的千四米賽士 十四隻馬,比經典一里更精彩 如果算馬多來說 這一場馬,有一隻巴道執姜的最合拍 都有受訪問的 小弟都是八卦開的 當然是周圍八八他 八八聲,各位都發發發 巴道如何評價這隻最合拍的雷文 巴道說,最合拍的進度是理想 狀態看起來,仍然是勇氣 因為上一次,肩拖拖這樣就贏了 這隻馬本來是步經典一里的 然後突然轉了組過來跑這場一班千四米洋賽 巴道說這次他只需要負輕榜上陣 他說希望是有助真性 他說無論如何是怎樣 No matter what 他都是一匹好馬來的 時刻都有真性的份量 這樣說這隻最合拍 這隻最合拍 大家可以留意上次那條什麼大駐win飛 得手失手 這一隻馬那天那些飛都幾厲害 如果小弟沒有記錯 就四百多萬 嘔聲就頂了下去 那隻流了鼻血的優柔王 就不知幾百萬 一時都不記得了 這隻最合拍 總之就是飛到馬到贏了馬 這次就要上去一班挑戰 沈雜誠上次舔了這麼重飛 即是訓練最合拍的 他怎麼說 上次二班贏了六福珠寶杯 即是千四米 結果贏得來也是挺出色的 這次將會力增添杯賽的頭馬 巴渡再受訪問 他說最合拍是一匹很強壯的馬 即是很強壯的 他說上次贏馬的表現出色 只不過這次的檔位就不太理想 而且巴渡就認為 巴渡的專業意見 就認為這次預計賽事暴促 不慢 即是預計不會慢暴促 這樣說 甚至有可能快 這樣的意思 他說看陣上的形勢是怎樣 才再隨機應變 這樣就執一執生 最合拍這次就執了個十檔起步 而巴渡上次騎的那隻在羽歸來 巴渡都騎過 所以都了解這隻馬 今天由莫雷拉拆騎的在羽歸來的實力 在羽歸來就抽到十一檔 莫雷拉就放個屁股上去 巴渡就說 他說兩隻馬都是有實力 一切就視乎臨場發揮這樣說 踏上個虎道門那裡 就臨場發揮 看看哪個表現好些 那麼莫雷拉又頂不住頸 你這麼多話說 我都有話說 在羽歸來 莫雷拉就說 他說在羽歸來 是一匹有能力的好馬來的 有能力的好馬 我認為他是今次這一場裡面 實力最佳的一區 不知是否雷神拿著牌位 表自己每天在廁所裡 量度過來看完十四隻馬的實力 他如果可以交到他的最佳水準 即是在羽歸來 如果可以交到他最佳的水準 毫無疑問他必具增性機會 會這樣說 拉縮就是這樣說 但是他又說 今次這隻 在羽歸來 都要克服這個 不利的檔位 這樣說 他說 檔位 真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這隻馬 有不錯的前速 但是 可以留後來跑 他說跑法 在羽歸來 是機動的 他會盡力去克服這個 不利的檔位 這樣說 這一場十場一班千四的在羽歸來 真是好像在打坐大抵 那樣的 Kenny 什麼坐大抵 阿摩就出一拼 然後羅庫泉有三條 蔡若翰就直接出四條 這隻最合拍就走單支 好像坐大抵一樣 大家都記得 蔡若翰對上一台麻將出四隻的 那隻旺蝦王有什麼表現 是不是這樣說 這場馬看下去 這隻在羽歸來 甚至乎這些最合拍 就要對著吸制賽的好手 好像安琦 這個千四米的紀錄保持者 雪霸神區 盡心保證 甚至乎姚本輝的馬房 那隻 那隻精輝 曾經試過爆過九十九倍冷門 這些都是一些 吸制賽的馬 奔雷都可以說是 那場奔雷就叫做贏幾隻馬 所以這一場馬 這隻最合拍走 用個輕綁 去挑戰群區 都不是一件意識 一隻在羽歸來 再撿個十一檔 巴道那隻最合拍 再撿個十檔 但是相信這一場馬 都是一場精彩的賽事 另外阿摩 雖然說這場出一拼 原來他後備那裡還有一隻 他都想出三條的 慘了 希望到時各位都可以 贏多些 講開又講 涉恩在香港騎到現在 暫時就交到八圈 但是他入位的次數都不是少 只不過是騎士裡面 在中間那裡游下游下這樣 雖然是這樣 但是也有很多大倉支持他 好像阿摩 沈雜成 這些都有支持阿摩 沈雜成更加曾經說過 沈雜成是覺得 摩雜成是一位好騎士 更加會為他倉內的賽區 提供建議這樣說 沈雜成就參加摩雜成這樣 今次沈雜成都有很多馬出擊 又有小太陽 又有行星夢 又有最合拍 今次這隻行星夢 就交給涉恩賊騎 這樣說 練者今天就說 將這隻行星夢 縮情跑直路的一千 更加帶回眼罩上陣 今天騎者 即是涉恩接受 波麥的時候 就說 他說到賽區的近況 江洛恩就說 我認為行星夢 跑一千米是有一定的競爭力 再加上 今次我向沈雜成提議 為這隻馬戴過眼鏡 加過眼罩上陣 厲害厲害 我向練者提議 加倍眼罩上陣 即是我提議沈雜成都聽的 還不厲害 是否這樣說 他說希望可以提升他的集中力 這樣說 阿薛恩就說 這一隻行星夢 他說他的神科狀態是不錯的 希望他可以交到表現 這樣說 他說行星夢 是一匹體型龐大的戰馬 他說上兩次排位的體重 分別是1321和1327 但是講時講大隻就還大隻 那麼行星夢的肌肉都相當結實 這樣說 那麼這一隻行星夢 說是他建議加過眼罩的 那麼小弟看回這個二場 四班一千米這隻行星夢 因為小弟度馬是未度到這一場 所以現在才看回 那麼這隻行星夢 今天速來跑一千 那麼撿過十一檔當然是OK的 但是就背到一三三磅 那麼這隻馬薛恩就跑兩次 那麼一個第一 一個第二 那麼今天就戴個眼鏡 加個眼罩上去 當位是好的 那麼 那麼至於對手方面 小弟一看 那隻毛迪勇士 每次跑一千都撿些差檔 但是兩場都是入到位的 文家良的新馬來的 今天又撿過一檔 那麼還有一隻上場 莫雷拉不停摸著的 然後跟著就爬到一隻常勝心那裡 那麼這隻中歡笑上次就爆了出來 那麼今天莫雷拉就擺一個 屁股到這隻中歡笑那裡 但是都是撿過二檔比較差一些 那麼上場因為那些馬 那些什麼過河勁蚁蚁蚁蚁蚁蚁那隻 我們上次升一個比較慢的時間 就贏了 看看今天會不會交出表演 葉楚行這隻 那麼至於 都有很多新馬的 這場 還有一隻叫雙折棍 就跑過 還有那隻寶貝儀 上次都爆了懶位 我記得都是異話不說那一場 那麼撿過七檔 田泰安 那這一場 馬暫時看下去 還有一隻開心人生 都是走過來玩的 撿回十三檔 那這隻行星夢 縮來一千 插加個眼罩 那機會都是有的 那麼至於 投不投注界 各位師兄自己定奪 我都未讀這場馬 那麼希望各位贏多些